姚娟是我的 放屁 姚娟是太后赐给我的 师姐 你真要嫁给那个老色鬼啊 不许你那么说我相公 你骗祸很可以 你别骗我 我在帮你 我有什么可以骗你的呀 成婚是一辈子的事情 有什么可骗的 那你告诉我 你喜欢那姓白的什么呀 我 我喜欢他能做诗啊 一首 明 明月光 真是这样 你让祸横情何以堪啊 那我可管不了 我要换衣服了 你出去吧 你出去吧 自从上次你胖揍我一顿开始 我就喜欢少女了 从今天开始呢 你要好好看我 看清楚我 要是我做了不好的事啊 你做过来都别放过我 希望他好 希望他快乐 所以不要为了你可能会有的幸福 去毁了他的一生 卧河 你放心 我不会让那个老色鬼碰我的 我是你的 我永远都是你的 你要好好活下去 把我那部分也活下去 我会在天上 保佑你的 自取生死两茫茫 均等珍惜 解放心安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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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恒 你干什么你 姚绢是我的 放屁 姚绢是太后赐给我的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我 我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别杀我 别杀我 滚 来来来来 将军 将军 你还来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不喜欢你 我要嫁给他了 你这三句怎么不结巴了 看什么看 给我打 下 下 下 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不还手啊 假如你的心跟你小子一样 你又恨苦在乎我 让他们打吧 打死我好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你这个傻瓜 你这个傻瓜 早知道这样 我又何必背那么多心思 不要哭 只要告诉我 你要不要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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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滚 再来 我可就不客气了 快走 走走走 你真好看 你 你怎么这样 现在怎么办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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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罪我们 我们都得死 你这个傻瓜 傻瓜 我们这就回去告诉太后 我们要在一起 假如她不答应 就让她把我们一起杀了 总之 生也好 死也好 我霍恒就是要跟你姚娟在一起 我们估计 这件事 你还记得吗 来 我把它还给你 反正你不许不答应 因为 我不会相信你 你 真是有伤风化 不伤不足以平民愤的 他们到底是有情人 定人动容 太后 发不容器 他们犯的可是死罪 真是的 竟然会私奔 尝何体统 竟然私奔呢 今日召各位前来 是想商议一下 霍衡和姚娟的事 哀家觉得 他们也算是两情相略 可否网开一面 太后万万不可 且不说礼不可废 单凭藐视先帝这一条 就足以治他们的死罪 是啊 太后娘娘 白将军怎么说 也是国之栋梁 他怎么能受 这么大的委屈呢 请太后处死二人 参见太后娘娘 你怎么来了 我 不用说了 你是为你师姐求情来的吧 这件事情千连甚广 朝中都已经知道了 如果我不禀宫办理的话 难以服众 那他们会怎么样 斩首 不 太后 求求你饶了他们吧 饶了他们吧 不 臣还有时间 赶紧去跟他们决别吧 否则就来不及了 穿成这样干嘛去 我去劫阀场 劫阀场啊 你穿成这样劫阀场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刺客 我听说书的都是这么说的 说书的都是骗人的 宫里都戒备森严 你没法靠近他们 那怎么办 可是姚师姐 是我在宫里唯一的朋友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方法呢我倒是有一个 不过呢 你要做什么 我都答应 亲我一下 去死 这可是救她的唯一方法哟 好了好了好了 看你这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以为我稀罕呢 方法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得看你敢不敢 太后 班淑求见 她这个时候 来求见干嘛 回太后的话 她说关于霍河和姚娟的事 她有间接要呈上 或许她有救他们的方法 宣 参见太后娘娘 班淑 您要说什么呀 回太后的话 昨日我翻看律法 觉得姚师姐和霍将军的罪行 不能只是斩首失重 这太轻了 恐怕会难以服众 我没听错吧 确实如此 他们私相授受 又不顾圣旨 还得罪了白将军 治朝廷的脸面于不顾 应该先将他们关上十天 受尽折磨 然后斩首失重 如果大家要坚持杀了他们 就应该遵循律法 请太后娘娘按律法办 班淑啊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刚在大殿上为什么那么说 回太后娘娘的话 如果将他们立刻处死 便再无转滑的生机 但十日之后 生机便有了 十日 太后娘娘忘了十日之后 是什么日子吗 施埃家的寿臣 大赦天下 班淑知道太后 一定是宅心仁厚 不希望他们死 所以才妄自揣测圣意 还请太后恕罪 好你个班淑 果然是冰雪聪明 可以为哀家解忧 我心里有过的人 一定是一个值得的人 他的深情 让我不后悔我的付出 即使他永远不知道 我心里有过他 但是只要他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师姐 没事吧 我们这是死而复生 连老天爷都觉得 我们两个应该在一起 是不是要办喜事了 谁 谁跟你办喜事了 你的官位都丢了 都怪我 功名对我来说 那就是浮云 管他什么官位不官位 财富不财富的 都不挤你一根头发 你以后啊 就在家乖乖等着 等我养你啊 师姐 好感人啊 我都要陶醉了 听听 想得美 明宫长 你怎么来了 是来恭喜我师姐的吗 太后有旨 杨女傅在此事中 纯属被动 浊旗还在内学堂任职 那 那我们 我们的心事怎么办 必须押后 杨女傅 太后要你好好 教女眷们读书 将功折罪 你可不要辜负 太后的一片好意 是 是 谢太后 好事又泡汤了 老天爷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啊 没事 大不了 我专前养你 不要 我才不要当小白脸 从今天开始我要更加努力 你忘了 我答应过你 要给你幸福的 我先走了 阿淑 先走了 师姐 你现在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了